Dem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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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說一下昨天下午 的問題 的問題 昨天下午還得知一個消息 就是說已經定港了 我是在緩檢 其他的岡位有預檢 外檢 安檢 我是在最後一道公寓 最后一道工序 我直接说问题 最后一道问题是开到 是车上到滚筒之后 开到50mine 然后是开到30mine的时候 它会晃 开到50mine的时候 你就会像那晃到多厉害 你得慢慢修正之类的 50mine的时候 你还要看到前面的那个 有一个曲线图 跟着那个曲线图走 一个是看着曲线图 第二个是要控制车辆 这相当于都要操制性能 万一遇到一个 昨天我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假如有一辆百万级豪车 过来省车 或者是几十万的车 过来四五十万的车 过来省车 然后是你要前轮上去之后 给它跑起来 捡这个尾气检测 你搞这样的话 万一突然间车辆车辆失控 你这个车万一不小心 万一你没没没注意 跑出去了 这个损失谁来承担 是我们检测站来承担 检测站承担 还是这个 个人承担 昨天就因为这个事来讨论了一下 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个人承担 然后是你要是有什么 觉得不合适 不能胜任这个岗位的话 你可以去找 老总 可以谈 谈这个问题 你可以需要什么保障 什么你觉得怎么合适 你可以跟老总谈 就是一级结果意思就是说 你意思就是说你能干就干 不能干的又滚蛋 这种感觉 其他的几个岗位 也在那七嘴八舌说了一大堆 其实没说到重点上 因为其他的岗位是 预检 外检 安检 这几个岗位简直是轻轻松松的 我那个岗位相当于是开着车 开了五十门 走钢丝 每一辆车都有 每一辆车都是这样的 万一一波小星掉下去那就完了 而其他的岗位 昨天也是打了一个相似的比方 其他的岗位就相当于一加一 等于二 二十二 等于四 二精致的 都是这样的答案 而我这个岗位就相当于是 直接有一个圆 你求他的派等于多少 其实每个车都是这样的 很需要很复杂的计算吧 需要靠人车合一的这种情况 需要很那个啥的 昨天因为这个事讨论 昨天得出的 得出的几个结论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你能干干 不能干滚蛋 这种这种情况 就是得出一个这种情况 你只能接受 昨天我 下午回来之后 本来说 拍这个视频的 后来因为心烦没有说 所以现在早上我来拍 意思第一个就是说 你能接受就接受 不能接受 咱就换人 然后是昨天也跟那个领导 也说了 主管说了 然后意思就是说 轮班 没有调班的这一说 只有轮班 比如说你一个月在这 一个月在那 我觉得这是缓兵之计 简直就是 无主自商的 然后你自己一个 昨天他也说了 缓解这个岗位是不轻易调岗的 也不轻易换岗的 因为这个岗位 很重要 意思就是说很重要 假如一个人学会了 另一个人不一定能学会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点 谁学会 谁来整就行了 你能接受就接受 接受不了 你就走人就行了 昨天给我的就是这么一个 中国就是人权 这有你 我马上反应 昨天我还担心一件事 你马上反应 中国就是有一个事 就是什么 你一个人提出问题 假如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就把你这个提出问题的人给解决了 昨天我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 中国的工作很难找 我也是 朝九晚五的更难找 日后可能人家会说的 人家说轮班 到时候我真正学会了 那就固定下来了 说他们学不会 一句话顶死了 学不会你接着整吧 你接着跑 跑这个就就可以了 然后就直接给你下了死命令了 你到时候做还是不做 你跑出来之后 你四五十万的车跑出来之后 你修不修 是你修还是 一个月就拿人家的三千左右的钱 你人家一坏了 就要三万块钱出来修 问一下你 你说一个月的一天失误 全部你来整 全部你来修 检车站不管了 你怎么着 其他的岗位简直就是 小儿科了 他们跟车接触 其实车手已经好 就跟李冰元一样 你好一点危险性都没有了 昨天我也看透了那种感觉 就是相当于中国人在一块 十几个人在一块 就感觉就是说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那种情况 就是说我 幸好安排我这个定岗之后 我安排了我的这个工作 没有危险性 我就看笑话 我就看你的笑话 跟我无关 都是这种 都是这种人 中国界的热闹 昨天我又看到一个新闻 说我们有一个在一个山里面 然后是三个90后自杀了 相继复读自杀身亡 之前是一个 张家界警区那边是三个人跳楼 跳跳跃身亡 这一次又又是这个 我估计日后肯定这种自杀率的消息 都会被血肠的 为什么会被血肠 因为这种新闻 铺天盖地而来之后 会引起自杀率上升 他们肯定会把这个自杀率 都不要再报道了 各大媒体 中国的喉舌都不会报道了 所以出现的就是说和谐 中国人的就业压力非常大 结婚生子之后 那些需要钱的地方非常之多 再说父母又该年龄大了 也需要住院 你住院虽然说有医保 医保只能报销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但剩余的 他医院可是吃血的呀 一百万 你得掏二三十万 二三十万你能整吗 卖车卖房你都测不够 接下来需要做的时候 今天我也明白了 明白 昨天明白了好多道理 今天也大概明白些什么 今天到那的 到那就行听人家安排就行了 把自己身体交给人家 然后是八个小时嘛 听人家安排就行了 你 就身不由己的那种感觉 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不要有自己的小心思 人家也说过 但是你提出这个问题了 人家解决不了 所以你只能接受 你到那之后你听人家安排 让你干啥你干啥就行了 在这里工作的时候 我是那个 我才还明白一个道理 昨天人家 为什么人家都不努力学习了 中国就是这种现状 就是说 可能他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了 可能他们一些 比如我们多来一个月 或者是 他们就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说 不要表现的太突出 有什么事 人家就 懂也装不懂 就是说犯错 故意犯错 就是说让领导一看 这个人胜生不了 那个也不行 所以他们就故意 领导就给他安排一些 比较轻松的工作 不会搞 不会让他们 比如说那些登陆员 比如登陆信息的员 有些人这都干不了 必须得去门岗接应 其实工资都是一样的 但是任务的劳动力 可就不一样了 门岗接待职 你好 好 登记一下简单信息 走吧 到登陆员海的手书啊 什么的 都得问 也是个问题 所以人家就 故意 懂也装不懂 就是那种情况 然后导致 现在这个团体里面 就是 全是那种 摸鱼的人吧 摸鱼的人 还有那种 不干活的人居多 但是 这就是这种情况 谁也搞不了他们 现在就是说 还有一个 我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他们都是有关系的 关系户嘛 为什么导致这样 他们搞的活 关系户的工作 就非常轻松 他们为什么就 证认不了工作 干这不行 干那不行 为什么还要 能找到一个好工作 就是因为他们关系户 又不会让他们走的 为什么我 我像我们这种人 然后是找到一个 既然表现非常好 让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好了 结果你 给你安排了一个 比较重的工作 这就是你能干就干 不能干滚蛋的 就双标嘛 所以现在 你没办法 你现在要是走了的话 你你你你怎么说 工作就业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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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要不你就去给人家 资本家拼命的打工 12小时 所以那心里很排斥 所以现在只能接受 到那之后 什么话 话少点就行了 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 所以尽量闭嘴吧 昨天也是提出问题 没考虑到这么大的后果 需要没考虑到一个提出问题的人 既然这个问题大 你就得把人解决掉 昨天也是忽略到这个问题 所以以后自己尽量小心点 不说话了 人家安排就安排 省就省 过就过 还有昨天还有一个就是你加班 比如说后面前几道公寓 我是最后一道公寓 后面的车 假如是还一堆的四五辆 你需要自己 自己 你需要自己把它省完的 四五辆你才能下班的 这个是义务的 好了拜拜 吐槽归吐槽 没办法呀 中国 说未来很难强大 这怎么会强大呢 各个都是关系户 这怎么能强大 每个人都是自己 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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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打仗全废 跟国民党一个样 但是建议要务全地攻击 就会不会感到 这怎么能强大 没了 但是 我觉得 在一个人会 我做什么都没了 BH 您